極限勇士 沒有極限 在世界級的賽道上 考驗體力與意志力的突破 逼出人體最高巔峰 在最新一級的內容中 難度全新升級 六道關卡分別是 五級跳板 翻滾原木 葉片橋 蕩繩飛網 斜踢接力 以及極限之強 前四道都跟誰有關 參賽者一旦落水 就宣告挑戰失敗 這批勇士們誰能順利登上高台 號稱時尚最難賽道 吸引各領域勇士前來挑戰 身為少林七十二絕學 童子宮傳人 不論是少林拳 易晶晶 少林師班班 武藝樣樣精通 那麼這個極限賽道 應該難不倒習武之人 盛輕如艷的他 能否把修行所學 發揮得淋漓盡致 還是專攻刨骷髏的教練 實力略勝一籌 精壯身材令人驚豔的六塊肌 感覺會幫助他 省去不少力氣 尤其第四關的盪神飛翔 就是測驗肌耐力 與核心的最大關鍵 結果他竟然輕鬆通過 讓現場觀眾跟主持人 驚呼連連 但是前面提過 這是一個全新升級的賽道 沒有難度就不叫世界級 這位六塊肌跑酷教練 能全身而退嗎 同場還有節目史上 第一次有三胞胎兄弟 攜手挑戰 平日熱愛極限運動的他們 對於征服高山雪地 已經熟能生巧 不過要一次啟動 身上各大塊肌肉 他們一時間適應得來嗎 有第一次的三兄弟 當然也有最年輕勇士 別看這位22歲的小鮮肉 一頭捲髮配上白皙蛋 感覺有點花美男style 他可也是一位跑酷運動員 能不能跟前面那位一樣 連闖四關朝極限之強邁進 一個你絕對沒有看過的 戶外競技真人實境秀 一個在歐美掀起話題的極限運動 極限勇士9月19號晚上8點 未來跟你一起挑戰極限 關於體育新聞綜合報導